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那片绿绿的爬山湖中的片段 这一年暑假 雨文老师找到我 说 叶胜涛先生要请你到他家做客 我感到意外 像叶胜涛先生那样的大作家 居然要见一个初中生 那天下午 天气很好 我来到叶老先生住的四合院 刚进里院 一场绿匆匆的爬山湖 扑入眼帘 夏日的糟热 仿佛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阳光都变成绿色的 像温柔的小精灵一样 在上面跳跃着 闪烁着迷离的光点 叶老先生见了我 像会见大人一样 同我握了握手 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了不少 我们的交谈很融洽 仿佛我不是小孩 是大人 一个她的老朋友 她亲切之中蕴含得认真 赤朴之中包得期待 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 一直不知黄昏的到来 落日的余晖 染红窗旧 院里拉一场的爬山湖 绿的橙域 如同一片浓浓的湖水 隐在客厅的玻璃窗上 不停地摇曳着 显得糊糊有声气 我非常庆幸 自己第一次见到作家 竟是这样一位人品 以作品都堪称楷模的大作家 他跟我的谈话 让我好像知道了 或者模模糊糊懂得了 作家就是这么做的 作家的作品就是这么写的 我十五岁时的那个夏天 意义非凡 在我的眼前 那片爬山湖 总是那么捋着 好了 听到这里 你是否也想起了 老师们的帮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要为了 九月底的舞台剧 继续训练啦 我们下期见